啊啊啊冰与火终于空降了要播出了 我说呢这几天为什么他总是上热搜呢原来在这等着呢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只是网播 大概也是因为这类的题材过于敏感吧 上星都是审核特别严 但是我想如果网播效果不错应该也会上星的 有的剧不就是这样吗 关键是这类题材肯定吸引人 所以上星肯定会有的慢慢来不着急 这部剧也是很快就取得发行许可证 大概是避免夜长梦多 确实是放弃上星 立马上线由酷独家网播 此刻会员已更新四集 一口气更新四集啊 这就更令人期待了 酷今年真的是打算赢麻了吗 年初有迪丽热巴的与君出相识 还有雷佳音的人世间 到王俊凯的重生之门 如今还有杨子的陈香如谢 如今王一博的冰与火也是独家播出 酷真的是赢麻了呀 这次还一口气播出四集 咋地怕我们不相信吗 哈哈哈哈再说回这部剧 这部剧可以说等的黄花菜都快凉了 题材难 所以过程也更加严格 好在终于播出了 还是跟演技派的陈晓合作 感觉王一博的演技又会提升了许多 有钱被带着 那么肯定会吃透这个角色 这部剧里 从放出的一些片段来看 王一博跟陈晓互飙演技 不逊色也不漏雀啊 真的想说王一博可以啊 还挺有张力的 目前的片段来看 还是不错的 就是不知道这四集里 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 反正从片段来看 王一博表现的还是不错的 在之前的剧里 尤其是在风起洛阳里 王一博的演技就被吐槽的严重 说他面瘫 看似面瘫好眼 实则真的不好眼 眼神是非常有戏的 王一博在风起洛阳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吐字 有的地方有吞字的情况 但是 我看这次谁敢说 王一博吐字不清 嘴里有东西 这么跟大家说吧 他压低声音 带有愤怒的声音 我真的没有看字幕 真的能听清王一博在说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